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營車觀點 我是Duncan 今天在我身旁的那個 是四分之三的安全帽 還有全新的Goro 2 Delight 我是Duncan 這一次發表主要是有Delight跟S2 那這兩台車的差異分別是Delight是比較屬於女生騎乘的 所以它的輪圈縮小變成12吋 那你可以使用的輪胎規格也可以更多了 那在S2的部分就是增加了一個新的車型 那也是性能版的就是S Performance 那來講一下它的售價 Delight的售價是49,800起 那S2的售價是61,800起 那這兩個售價都是補助以後的錢 補助以前的錢就是官網上面的售價 它有算一個補助錢的一個價格 其實一般的方案支費可以去看我們之前有試駕 那個GoGo2的Deluxe 它也有一個新的方案就是限時699起到寶 它這個起到寶的方案也就是不限里程 然後只要699元 那可是你單兩個月內超過1600還是1800公里的時候 它會詢問你說你是不是在做商業用途 好比說幫忙送貨的快遞員或是怎樣 因為快遞員有快遞員特別的方案 那這個特別的方案就是洽詢一下原廠的經銷商 那這一次還有新增了兩個車色喔 這一次車色是一個水銀藍 然後一個是香檳精 那這兩個車色都是Apple的Logo 不是很多顏色的圖案 Goro特別專門請這個配車師來幫忙配這兩台車的車色 所以其實坐墊又有駝色的設計 所以整個車型其實看起來特別精美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主要差異喔 它主要的差異是這一次 跟一般Goro2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它有外露吧 它這一次輪胎的規格是19012喔 那在後輪的規格呢是1107012變成都是12吋 那車高也有所降低 那也是這次的訴求就是女性車主騎乘 女性車主騎乘在我們示範的影片 那位模特兒是153公分左右 那153公分可以看到它的車 它坐在上面的話其實是剛剛好可以踩到地板 那整個騎乘姿勢都是可以很正常的 那外觀的部分呢我剛有提到 差異就是在把手的部分 有半外露式把手 那儀表是包覆在把手中間的 那S2的車型呢 它是儀表整顆是外露 變成說整根是外露吧 就像他牌的一個BWS的把手是一樣的 那這個呢可以形容就像是他牌的QC 他們兩個把手差異大概是這樣 那在輪框的部分呢 輪框的部分是12吋的 前後都是12 那也有更多胎型可以選擇 那再來我們看到車側的部分 車側的部分一樣維持 跟一般的二系列是一樣的 然後坐墊也是一樣 後面有個Smart Scooter的標誌 S2的部分呢 S2是寫S Performance 也就是它的一個性能的表彰 那後面一樣有 鍍鉤把手一樣是雙槍避震 不過它在後面的傳動箱的試蓋上面 不是用鍍鉤試條 它是用一個消光鐵灰的一個試蓋 還有特別是一個省力中柱 它可以減少25%的省力中柱 那這個省力中柱它的結構是改變車架 並不是改變中柱模組而已 所以整個車架跟槓桿原理都是不一樣的 只有Delight的規格有減少25%力量的中柱 其它的車型是沒有的 所以其實整個Gogoro 2 Delight 最主要騎乘方面的差異 就是在12吋輪框的部分 騎乘起來更舒適 因為這台車本來是舒適取向的 那再加上這台是For女性車主 讓女生能更容易去騎乘Gogoro 2 因為一般覺得Gogoro太大台了 那Gogoro 1又太小台了 所以就出一個中間的車型Delight 我們稍微跟各位講一下它整個騎乘起來的感受 像我們現在在市區穿梭 其實Gogoro 2的Delight 它有更靈活的車身 因為12吋的輪圈 讓它車其實靈敏度是比一般的Gogoro 2還好的 那靈敏度好就是第一個操控嘛 然後第二個再加上12吋的因為太厚度的關係 所以它其實整個碎震處理都是非常棒的 那碎震處理棒是什麼意思呢 大概是一些過坑洞 或是過一些我們台灣的路面鋪裝就是這樣嘛 就是一塊啊 東補一塊西補一塊 壓過鋪裝路面的時候 其實可以有效吸收更多碎震 因為其實機車輪胎跟機車輪胎都是一樣的 你那個胎後越薄 碎震越不容易被吸收 那你車身跳動的感覺就越明顯 那其實12吋也是一般運動型速克達配的尺寸 那運動型速克達配的尺寸 大概就是這些190、12 像是BT601或是R1 所以整個搭配起來其實協調性可以更好 不過缺點就是 其實一般的Gogoro 2它的傾角已經蠻小的 那再加上這次又降低的車高 那降低車高其實主要是來自於輪框 縮小了嘛變成12吋 所以降低車高主要是在這邊 所以降低車高你整個騎乘起來 你的輕腳也跟著減少了 比較特別的我覺得是 我上一集有講過就是 你只是把汙染能源換到另一個地方 你可能油車汙染 那生產電池時候的汙染呢 碳排放是不可能減少的 我們能減少就是做到隨手關燈啊 或是怎麼樣的 那其實移動交通工具的碳排放 我們主要是減少掉 比以前的碳排放 我們講比以前的碳排放 也就是比如說我們在等紅綠燈的時候 旁邊公車排出來的背器啊 或是我們在塞在車鎮當中的廢棄 隧道裡面車子排出來的汙染的廢棄 我們是減少比以前的汙染 所以說這種解能減碳的東西 就跟我上一集講的一樣 見仁見智 那我們通勤這塊呢 消耗了石油 我們減少消耗石油 但是我們增加了生產裡電池的時候的碳排放 所以我們主要是減少比以前的碳排放 那就看大家怎麼去想這塊東西 其實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觀點 不是說油車特別不好 也不是說勾勾人特別不好 也沒有說誰特別好 但就是看大家怎麼去想這塊 我是鋼柯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訂閱 我們下次見